欢迎大家回来趣味视频 今天跟大家分享 在越南做小手公园 以前是怎样 现在是怎样 究竟现在找到食物呢 大家就听我讲一下情况 很多人早时已经出了外国 未知在百多年至九多年的情况 以及现在的情况 在这个圆圈我走进去加曼汤丹 帮观众找加曼汤丹三九九 在这一段都是属于大厨棍 但是这条街望见就比较小 还有电线真的软了 现在我先提回在越南的小手工业 在1977-78年的时候 政府要我们成为组合或者合作社 但是到八二年开始 就被大家退出的一个聚乌合 就可以成立自己的私人小手工业的厂 很多人买一两部机 都可以做到一个小小的老板 都找到两餐的 直至到在2000年开始 就全部将那些小手工业 或者那些例如在大竹苑做牛皮那些 全部的工业就出去了这个郊外做了 芒果园做玻璃或者电道一距全部搬出郊外做了 因为很多时候是吵到街坊 或者污染的地方 倒出来的水或者空气各样 就会污染了一个城市 所以一定是出去了这个郊外做了 那有很多小手工业大厂 有几十部机那些 就这么多年来收入都不错 就可以将工厂移出去郊外 那起初移出去 最先移出去的那些 就当然在最近 例如龙安、平珍那些地方 都可以买福地来做厂的了 在98年那段时间 就开始宣布要搬 但是现在就没执行 那段时间有很多人都会想到 一定要搬 所以这些人就很早就走了去龙安 或者在平珍那里买地 那时候买福地很便宜的 2000元美金 就位置上来 4-5件黄金左右 就整间厂那么大 所以有些人早买的 他就买两三福地 最后买出来 有很多人就有本钱 够胆 买几幅地放在那里 一两年之后 每个人都要买地的时候 就将福地买回给人家 那时候就大赚一笔了 很多人就在这方面的地产 就赚到很多钱的 就是在搬厂那段时间 很多人在这段时间就赚得非常多钱了 在1997年的时候 买2000元福地 到今时今日买回是400万美金的 所以在越南够胆 有少少本钱 今时今日的人就很有钱了 在那么多年来 就算你过去美国 你都没赚到几百万美金 不然且人家转一转手 就有几百万美金了 为什么人家现在是找到吃呢 现在很多人卖了一间屋 就是不用做在那里退休 那直至热买而热入 这些工厂就比较远一点了 但是如果那些 买三几部机做老板赚两餐的那些 有些是赚两餐一家几口 这样就没什么钱剩的 他们就唯有是将生意结束了 那就没钱买地再继续做 因为你买幅地 你太大 你只有几部机是没可能买地的 那通常在家里 几部小小的机来 加工或者出品都可以做的 但是现在全部都出在郊外 所以人家就把那些机就卖了 当是烂铁地卖了 所以在大陆郡有一条街 有很多 啤机、车床 放在那里卖 但是始终都是没什么人买的 因为如果想做一间大厂 就当然是买这些靓机器 那些机已经是擠了几十年很残的 在这条吉晚坦丹这个范围 就是属于大拾棍 但是你看看这些电线 就极其恐怖 我在越南去很多条街 拍照 电线是很乱很多 都没自意在这条吉晚坦丹的电线 这么厉害的 帮这位观众 在拍这间就是399 吉晚坦丹 这间橙色门 列得就是这一间 那对面就是幼稚园学校 我相信没多久 这里都是会计划开阔的 但是这电线太多 最好在流雨天、闪雷 就没经过这里了 分分钟电线打一下就断了 曾经很多年前都断了电线 还要是水浸 幸好是很少人在水那里 但是也有很多人被意外 不过这件事是很久之前的了 那现在我就走到这条街 哪里的电线很多 我就拍近给大家看了 并且台湾、日本、中国 很多个国家 入去越南 就投资很大的 开大厂 例如山芯厂也有的 很多做鞋 各样 所以在越南 就开始人是不够 那些大商家入来投资 这么大做了 所以唯有全部全部结业了 那些人没得做小小的老板 没什么做了 只有想过方法是做卖食物了 那所以现在在越南堤岸也好 西贡也好 全部人把这间屋 用来打档口 卖食物了 卖饮品这样的 因为以前那些屋 用来做机器 小手工业那些 现在做不得 它就只有租给人 做其他商业生意了 例如卖衣服 时装啊 鞋啊 各样都可以 但是不可以做小手工业了 那在这段期间 很多人都转了行的了 那些以前小小的老板 就已经是退出了 没有再做小手工业了 就是唯有转行 要么就去打工 有些有学文 语文中文很厉害的那些 就帮那些台湾佬啊 韩国啊 中国的工厂 来做秘书啊 或者厂长了 但是如果是没什么学文的那些 就唯有做手作了 就是帮那些厂做了 所以呢 其余那些人在家里呢 就是卖东西了 现在呢 我就去到一间小手工业的 私人工厂了 这些工厂呢 就是自己家里做 就极于洗肩的 那以前呢 在越南呢 八几年 九几年呢 都是小小的 这样做法呢 都找到两餐 过得去的 但是现在呢 就全部出了交外做啦 那以前呢 就没有那么漂亮的铁来做的 用呢 就是用那些牛奶麦 人家洗干净它 再弄回它 来做出来的产品 但是现在他用这些料呢 就不算是新 某一间公司呢 他们印错了啊 或者是脱色啊 那买出来当废料 那这些小型的工业呢 就会买 买来做这些产品啦 那这些产品呢 做得的原因就是 它没有入口啦 现在呢 很多人买呢 各样都是入口东西用啦 尤其是是中国货最多 但是这一种呢 他们就买出去大三个国家啦 这一种呢 就是火水灯来的 卖出去例如这些乡下啊 金边在很乡下的地方 没有电啦 或者停电这样呢 就拿进去乡下买 所以的销路呢 现在就少了 以前在西堤做的时候 销路呢 极之是多的 因为在一段时间 在越南呢 就一个星期是熄四天电 只有三天电而已 大多数人都是要点灯的 所以销路是非常之高的 这里所有的啤酒呢 大多数都是本地坑的 但是那款呢 就像台湾啤 也都有些是台湾啤的 不过以前呢 有得买都很贵的 所以这些人呢 就靠自己 陷阱 来自己做到 这种啤酒了 但是这个电球呢 又是台湾 或者是德国的 本地是没有电球的 那么很多的 啤酒呢 行雅啊 或者九头啤酒 都可以在越南陷的 这些啤酒全部都是在越南陷的 好多的啤酒现在是用气积 和很安全的 但是这些啤酒呢 就没有安全制的 那这一部车床呢 就是用来车工帽的 以前呢 有很多人呢 家里有一两部 来接人家的家工啊 做帽啊 都可以维持到生活的 但是现在在提昂呢 就少数有人不断 就用这部车床在这儿做了 现在越南呢 就没有停电了 就七天 都是有电的 那以前呢 在越南那段时间停电呢 就因为用水来发电了 夏天看天的水不够呢 发不起电给我们呢 就一个星期停四天电了 就轮流边一区了 以前呢 停电的时候呢 要开工呢 很多人都买个大发电机 发光了全屋的电 走出来才有得做的 刚才到现在呢 就已经转入了这一条街 就叫做Dowhinton 那Dowhinton这条街呢 就以前被陈国泉 余市那里了 就是遮了 那现在开阔了 可以出到去那里的 那在这一条街 可以进到一个街市 叫做Dowhinton 我只是懂粤语文 以前那样叫 但是现在你叫我怎么去呢 我真的不懂怎么去 因为呢 已经是改变了很多了 如果要去 都是要翻这查地图了 我也知道在附近这一里呢 就有一间监房 就叫做朱华了 是不是朱华呢 我有没有说错呢 因为我以前是很小 听见别人这样说 就知道在这附近的 就是哪一间哪一道 我就不太清楚了 至于比我年纪大一点的 可能就清楚很多了 以前那个就是监房 在这个葬打呢 那个街市呢 就很多人买狗肉的 我说是以前的 那现在我没有去过 还有没有得买呢 我相信呢 都是少了很多的了 因为呢 可能都没有什么人敢吃 现在在越南呢 大多数呢 初一十五吃齋 还有迷信去拜神的 所以至于是吃狗肉呢 我想他们都不会吃的了 那吃少数人吃 在一九百多年那时候呢 在大十郡呢 有一档狗肉煲 很好卖的 那时候真的很多人吃的 那样呢 就埋了多久 我都不记得 不过到最后呢 就他两夫妻呢 就死了 那我听街坊说 因为我住近他的家 那样就说出来 他两个死了之后呢 就缩了好像一只狗那样 那这些都是传出来 那究竟一门 真的眼见见到有这样的事呢 我又不知道 因为他是 劏狗劏了很久了 那会不会有的事实呢 我这些都不知道了 那我呢 也都不会是吃这些狗肉的 我每次走过这个 这个 这个 那里买狗肉呢 我都会打烂阵的 就是以前了 所以我今期我都没有打算 经过那条 那个街市了 以前呢 也都听见 很多人说 背着向天的人所吃 那别人说 挂羊头买狗肉 那他又不是挂羊头 是挂羊头卖狗肉 整个辣街市都是卖狗肉的 那现在走到这里呢 就出回到街口 那大街那里呢 就是这个 就是之前我有个示范影 进去吃越南餐那里了 在陈国泉街 以前我们叫 那条街 那条街 现在开阔了 就叫做 藤胎 就是城泰街 那就可以穿出来 这条 多兴藤 以前这条 多兴藤呢 是很静的 车都不多一架 是很小的 走出来这条街了 那时候 未开阔的时候呢 就 机动车可以进到的 汽车是进不到的 那我们以前是踩单车 走到来这 但是那时候 那时候来到这一道 到 轻藤这条街呢 哇 静到呢 是很香的 都不准单人 走单车上来这 大多数呢 两个单车 或者三个单车 五六个人 我们才敢上这条街的 因为 静的头 尤其是夜晚 是没有灯的 上到来 分分钟呢 就被人来汤的了 那所以呢 都是很害怕的 但是现在不是的 到晚上 就灯红火录了 来到这里 横街呢 就是城泰街 就是梁藤泰 现在我们继续走 仍然都是到兴藤的 那继续走出去呢 到一条横街 是大街 就是这个 丽团杰了 就是我们叫阮文瑞了 就现在就叫到 李尚杰街 过了李尚杰街呢 弯弯地 我们走直出去呢 那条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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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短的 那条街 出到没有 三丫路呢 就 再转左边 那条街呢 就是 軟地了 转了左边之后呢 就是出到 雅伯平推了 就是我们说 跑马场那里了 那以前这些路呢 真是 都很少走的 又静 又没有人 还有呢 全部都是 拉撩屋来的 就是 用拉搭的那些屋 但是 隔了一段时间 我都少来了 那现在的屋呢 看到都是 石屎屋来的 好过以前很多了 如果哪位观众 说回越南 想 预讨我们的唐人 潮州人 那都是去大五郡 第十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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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你进去这些行 那些住家屋呢 就多数都是唐人来的 那在这些区呢 就是没有什么唐人住的 那来到这儿呢 我就和大家 结束这个视频了 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 就like一like 把视频分给亲戚朋友看 还没订阅呢 就按下subscribe 在这儿多谢各位 这么久以来支持我这个视频 希望各位 尽帮我看这些广告 来支持我多些 在这儿和大家说再见了 多谢大家 我们远望左边那里呢 就是这个跑马场 这个是运动场 来的 那我们来到这个横街 这儿呢 就是离桥杰 就是阮文锤 那我们在这儿 我们在这儿 斜斜走过去 那条街呢 就叫鱼亚了 一路走出去呢 就是这个 软体小 就去瓦巴平胎了 那来到这儿呢 我就停止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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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